大家好啊 今天谈谈这个北京发现鼠疫的这个事啊 嗯 发现两例啊是 是内蒙古发现的内蒙古两个人啊 发现得了鼠疫然后坐着救护车到北京来治 在 朝阳医院 那么这个新闻呢我就 看了一眼啊 但是现在啊这个网上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新闻啊 完我也看了一下别人的视频啊 嗯到目前为止发现两例啊 其实去年发现的是零啊 呃前年是三例然后说是大前年有大概一几例 都是个位数啊没有超过超过太多 就是说鼠疫这个东西啊主要就是说 呃现在是有一些什么田鼠啊 还有内蒙那块 草原有一些草场的那些什么地老鼠是不是 那么肯定跟他接触啊 容易感染性感染这个鼠疫 所以这种东西啊目前也就各位数啊 所以就 我觉得很多人就把这个事扩大了啊 觉得很恐慌啊 鼠疫呢 嗯从他现在发现两例马上送到北京来 就说明呢就是说在基层啊 在在内蒙基层的医院 就可以把鼠疫检测到 那你说这个检测鼠疫这个 已经到基层了 所以啊 各地方啊可以及时发现 及时送医 及时隔离 所以我觉得后续啊 不会什么大面积传染这种东西啊 嗯很多人说 哎呀中国这个又要玩非典那种啊 嗯 我觉得不会啊 另外呢 我觉得这个时间很有意思啊 你说 这个 贸易谈判是不是 然后农产品 今天又说了农产品的问题 跟美国谈判 然后 朱瘟 朱瘟完了 鼠疫 总觉得这个东西啊 你说去年他不来 前年也不来 哎他就今年来 他就一到这个 中美一谈判的关键时刻都来了 大家可以思考思考 这里边你要细想啊 你从逻辑上推啊 能推出很多邪恶的结果啊 他为什么就今年来呢 前年去年没有 前年是三个啊 比今天两个还多 哎三个也不报 也不报啊 也不报 三个的时候也没报啊 前年是三个 三个人得了主意 没有新闻报报了你也不关注 今年这是刚开始 年底了吧 就两个 就两个 然后 头条 想明白没有 这里边的逻辑我越想啊 越觉得有意思啊 也不能说 咱国内吧 国内现在至少他报出来 说明是新闻啊 像这种 疫情的新闻是透明的啊 要不报你也不知道 那么这个时候报出来啊 我觉得很多人拿他做文章 那会很有意思的 我觉得 嗯 我也不能多解读啊 反正我觉得 从我的 我喜欢瞎想嘛 你就听我一下想 这里边有很多巧合 你看 去年是没有 所以啊也没有报道 是吧 因为没有嘛 前年是三个 前年他也 就算报道了也没人重视 是不是也没人重视 今年突然就两例夸夸都来报 又把他非典联系起来了 那你这里边我觉得 是不是这些编辑啊 不管国内编辑国外的编辑 还有国国内的一些人 up主国外的一些up主 他可能心里都有一个小九九 都有一些打算 有一些算盘 都有一些自己的盘算 这是我从里边 分析出来一个结果 你呀 是不是 自己好像咋嘛咋嘛 琢磨琢磨 是不是 哎呀 出了两个属于疫情 这就是全国都已经炸了锅了似的啊 海外自媒体 一听着中国又灾又灾又难了 又兴奋了 又高潮了 所以爱不爱中国啊 你从他报道内容就可以看出来了啊 啊 那咱们再说一说鼠疫吧 鼠疫 我了解啊 这个鼠疫和葡萄酒是有联系的 为什么 欧洲人喝葡萄酒呢 对吧 就是因为当时黑死病嘛 鼠疫 蒙古那个西征是不是 然后在这个 这个这个 热纳亚殖民地 在那个乌克兰那块 克里米亚 进攻的城堡 打不下来往里边弄尸体 结果爆发着黑死病鼠疫 热纳亚的这些船员回到热纳亚 把这个病毒传染给热纳亚整个传染到欧洲 传染到罗马帝国东罗马 是不是 整个欧洲蔓延开了黑死病 黑死病的传染到水源地 那么喝这个生水加热的水是不是 没加热的水 然后就传染成鼠疫就死了 说是欧洲当时死了一半人口 那基本上家家户都死人 欧洲贵族呢是不是不敢喝水了那就不敢喝水了 烧熟的水都不敢喝了凡是水就不行 但是他得得有饮料啊 得有饮料的喝东西喝啥呢 喝葡萄酒吧 因为葡萄酒 你这个酿葡萄酒啊 这个葡萄是不是炸了汁 然后再酿出来酒 他每天大量饮用大量饮用 就跟喝水一样 所以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因为这个疫情严重 欧洲有钱人都不喝水呀 就喝葡萄酒 他不得病啊 我觉得这个就慢慢的把这个葡萄酒文化从欧洲 扬起来了所以你现在看到欧洲人和这个葡萄酒的传统 就和这个鼠疫是有关系的啊 因为鼠疫啊 成全了葡萄酒 也因为葡萄酒呢是不是大家记住了鼠疫 嗯现在只有两例啊 我觉得还是可控的 因为这就毕竟急 你想地方的地方就可以及时发现然后送到北京来看 那就说明这个国家对这个 基层的都从现在开始 都有控制住啊 所以我觉得不会什么蔓延啊这东西 哎呀 我在这个东北呀 其实东北这块冷 他这些很多病啊 很多病啊传染的人又少 他传染不开 所以这个 像我这老家这东北这块西伯利亚这 没有太多那种传染病啊 怎么说呢 传染不开也是啊 北京 条件好啊 这俩人现在如果用鼠疫去 抗生素治疗的话啊 应该没啥问题 这鼠疫也不是绝症是不是 及时治疗都都能都能解决的 嗯今天啊就是 看了这个新闻就看了很多这个 YouTube上说鼠疫这个事 我就 就简单就谈他这两点啊 嗓子也不太好 简单今天说说 哎呀这时间很巧合啊 是不是 前年是仨 还有出了五例的 都不报道啊 就今年出了两例 马上就铺垫盖地报道 新闻媒体人嘛 人家有人家的目的 我们也不懂多想 但这时间 但这时间巧合非常有意思啊 中国和美国马上签条约了 是不是 中国这个 又香港就出事了 鼠疫也来了 都来了 是吧 该来的都来了 要上都上门了 所以很有意思啊 你你不能把这里边把这些暗逻辑都往里 你看你都暗逻辑一推 太邪恶了 妈呀 哎呀 但是他事确实还都一起出了 所以很有意思啊 就是朱温也出来了 鼠疫也出来了 是不是 所以咱中国人呢 是不是 受了全世界 连病毒都都 都特别照顾我 照顾咱们 都特别喜欢往中国来啊 一出事是不是都来了啊 所以大家心里有个准备吧 后续啊 还有可能更猛烈的 你心里要有个准备啊 这都不是什么大新闻 再就说什么呢 就是说 他这个海外自媒体啊 又开始爱国了啊 发现中国人要读鼠疫 不是死绝了吗 卧槽 太高兴了 中国人死绝了 开始报道鼠疫了啊 也很有意思啊 这些自媒体啊 你可以看看那些自媒体的 报道的爱 众生像 很有意思啊 到底爱不爱这个国 爱不爱这个中国人 你到时候可以看一看 从这里 我觉得啊 鼠疫啊 让不让中国 是不是 中国人死 我觉得他们不关注啊 他主要关注的这个鼠疫 只要来了 就跟他心里预期 一样 肯定你中国得遭个灾 是不是 谁让你跟美国做对了 想明白这个里边道理底层逻辑没有 你跟美国做对了 你就得遭这些灾 你 superior 那就应该 老师